大家我是賈斯伯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那本期影片呢帶大家來看一下這個比特幣跟以太幣 那基本上呢我們每個禮拜都來追蹤一下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重大的事件 那我今天影片的標題呢是這個比特幣跟以太幣 今年啊從最低點到現在已經上漲了超過70% 這非常非常非常誇張 基本上呢是在所有的資產上漲最誇張的 大家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很多人一直恐嚇啊這個什麼路拉幣 然後魷魚幣 什麼穩定幣一大堆都暴雷啊 可是呢對於這個比特幣跟以太幣啊 基本上這兩個是前二大 坦白講印象是有限 當然在暴雷的時候呢這兩隻是有往下跌 而且是可能是跌了好幾根 可是呢反而現在看起來就是一個怎麼講利空洗盤 然後各位可以看這個比特幣在去年11月份12月份的時候呢 就畫出一個小W底型 然後就開始一路往上衝啊 當時的價格是在16000、17000 那我記得我在去年的時候呢也是有跟大家講啊 反正就是看什麼時候能夠去站穩 而且站回這個季線 而且也站回來這個前提啊超過17000、18000 結果沒想到就漲蠻快 今年1月份2月份啊 甚至到3月份啊 可是呢各位可以看到在3月多的時候呢 當時啊他一大根這樣子從22000 然後灌破這個季線一次就跌了10%左右 可是呢現在我們看起來他這個跌破季線 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右空的陷阱啊 那今天為什麼這個市場要右空呢 這個就要收到一個阻力的心態 阻力他今天不是吃素的啊 他為什麼要帶領這個散戶賺錢呢 沒有人有義務帶別人賺錢啊 這個社會上是沒有這種事情啊 所以阻力肯定是想把這個散戶給震出去 然後呢同時自己更低的成本 再去吸收一點籌碼 然後之後暴力軋空啊 這就是他們主要的一個目的 所以為什麼我跟大家講啊 各位今天你無論是看著比特幣 台幣或說其他的一些資產的話 你一定要看長線啊 所以為什麼巴菲特也說啊 一定要做這個長線投資呢 才能夠成功才能夠容易致富 因為短期的波動沒有人可以掌握嘛 好比說今天你買了一個價格 你知道明天會上漲會下跌嗎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老師會說 喔那個他預測下禮拜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聽那個都沒有用啦 那個基本上都一定是被打臉的啦 好大部分的人怎麼講 或是達人啊 號稱幾十年啊 說出來的話 基本上都是都是反指標 所以我跟大家講呢 我們不要去預測市場 我們不要去妄圖去猜測下禮拜會怎麼樣 但是呢我們可以看 現在的位階是高還是低嗎 那我們就把這個線圖 給他拉大一點看就很清楚了 各位請看喔 你看在一年前的時候呢 當時這個比特幣其實最高點 是來到六萬多這個圖沒有接到 那你看我畫了幾條紫色的這個線 這是個頭部嘛 在一年前的時候頭部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一底比一底還低 對不對 然後來到最低的時候就一萬多嘛 可是你看喔 現在反過來這個趨勢反轉 它是我用紅色的線去畫 這個底部呢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而且他才剛開始走而已喔 他還沒有說走很遠喔 大家懂意思吧 所以我個人看啊 這個比特幣跟銀太幣呢 只有我個人的看法喔 現階段大概是走了 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一個漲幅 後面應該還有六七成 還沒有繼續走喔 當然我知道可能有沒有跳出來 啊什麼什麼什麼的呢 呃 反正這是我個人的一個想法喔 我覺得他只是走了一小段而已 可是呢如果說你今天要買的話 坦白講也是有學問 你看我畫的這個框 一萬八下面是一個支撐 上面的壓力是兩萬四 你要買的話 你就應該是買這樣 這樣的一個價格 而不是說 這今天喔 好比說他已經漲到四萬了 六萬了 或是八萬了 大個比方 你才追進去 你那個時候高點 人家主力 或是說喔 就是比較有經驗的 投資者呢 都在開始拋貨了 那韭菜那個時候再追進去喔 所以說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在比特幣呢 六萬點的時候呢 喔 每個都說會to the moon 要上看十萬 但是呢今天比特幣 跌到一萬六一萬八的時候呢 很多人就說 哎呀這個幣啊 又不會產生什麼價值 完全沒貢獻啊 遲早會歸零啊 好啦 現在開始往上漲啊 所以說真的 我覺得啦 每一個人要學著去過濾 這個市場的新聞 你才能夠生存 如果說你聽聽新聞 你就變成一個追追追追高殺低 其實追高殺低沒有錯 如果說你是追在底部的 怎麼講突破點 那你很聰明 你非常厲害 但如果說你是追在最高點的 對不對啊 高處不勝韓啊 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來看 這是ETH以太幣啊 也非常厲害啊 你看 在去年十一月份來到最低點 當時是一千 其實我記得去年的 最低點應該是有到九百塊 因為我記得我有做過這個節目 應該是到九百 那你看 從一千 一千一千一千一的 涨到這幾天 以我現在錄影的這個價格呢 是一千九 所以呢上漲了百分之七十二 非常非常非常的誇張 所以各位啊 如果說你今天會投資的話 坦白講 你會錢穩錢 而且 你比一般人致富的機會會更高 至少好比說打公主嗎 打公主啊 你一份死薪水 一份穩定的薪水 可是呢 很可能這公司哪一天就不在了 對不對 遇到個疫情公司就再見了 或是說 你對不對 什麼降薪裁員啊 亂七八糟事情 當然這個時候一定有人跳出來 啊 投資這種東西啊 怎麼會沒風險 對啊 誰說沒有風險呢 但是呢 蘇家韭菜就會覺得 喔這個風險很恐怖 要遠 怎麼講 我不要這種風險 我要穩定 對不對 我要領高股息 我要穩定 可是呢贏家就會想著 既然有風險 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它去控制一個風險呢 對不對 其實控制風險又很難嗎 其實也沒有說非常難啊 你就選擇一些比較大的標的 比較主要性 市場交易量很活絡的 而且同時呢 在一個長期的相對低點 你就分批的低檔佈局 然後在相對的高點 你就分批的給它拋掉 就這樣啊 有什麼難的嗎 對吧 當然我知道啦 很多人還是會說 啊這個很難啊 我只能說呢 這個市場上 什麼樣的人都有啦 但是我希望各位就是 你要有樂觀的一個態度 你才能夠 就賺錢嗎 如果說你對市場太悲觀了 那怎麼賺錢呢 就不應該來市場 好應該 乖乖回去賺錢 好各位我們來看喔 這個我把它拉大 你看當時在20 在疫情就是2021 2020年的下半年的時候呢 欸 這裡太幣夠誇張欸 當時的價格才 差不多300塊 400塊 超誇張的 然後後來 漲到最高點是4000多 你看喔 如果說300 漲到4000 4700啊 等於是漲了 10 15倍 15倍還是16倍 欸超級超級誇張 等於是如果說你今天買100萬美金的話 那出來是1500萬美金 不得了 很多人在這段時間是失去工作 或是說 他的薪水降低了 機會變少了 等等啊 可是呢如果說 你懂得投資的話 坦白講你真是發大財 那各位我畫了一條藍色的這個是上升趨勢線 也就是一個支撐線 你可以你看我用這個圈啊把它連起來 然後後來呢 在2020年的年初的時候呢 他跌破了 他跌破了這個上升趨勢線 那後來呢 現在就去年嘛 就進入一個下降的一個通道 所以我畫一條紫色的這個線 這個就是一個下降趨勢線 怎麼看呢 你把幾個主要的點喔 就大概連起來 那後來呢 在去年的年底呢 開始有轉向的這個跡象 所以我又畫一條綠色這個線呢 這個綠色這個線呢 就大概啦 是新一輪的上升趨勢線 當然 趨勢線有可能是會去做一個調整 不是說百分之百就是不動的 可是呢 如果說短線波動啊 我們非常非常的難掌握啊 一直在盤整啊 可是呢 如果說長期用這個方式來輔助判斷的話 我個人覺得還是一個比較好的工具喔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掰掰